第1个 Shits的第1个名称叫什么? 点Name的话他就会抓到什么?1月 所以这个地方如果说我第1个是决定他的范围在这里 第2个丢什么东西给他呢? Shits 这个可以把它记下来 点Name的话就是去抓什么呢? 抓 1就第1个的名称然后把它放在这边所以1月 再来我要做什么? 向下一列的动作 向下一列的话就是ActiveSale 点什么呢? Offset 特别说这个Offset用的还蛮多的 如果说你要向下一列的话 那特别注意前面这个是列 这个是蓝 然后就是一列零蓝 点Sale的话他就向下一列了 再来怎么把它贴上 点Pass 然后就贴上我们刚刚的就是有上面是把1月内容 复制了贴上 贴上之后的话呢 我们就直接把让游标贴上之后的话 它游标还是会停在A2 所以我们必须怎么样呢? 把这个游标往下移动 到它的镜头 就用什么呢? 这一行就是 我们 可以 有几种写法 你可以写一个selection 点end 然后 这个这个写法 或者说你可以用 这一列 你可以用range AA指的是A蓝 的镜头 这个写法我想比较比较 跟我们之前写的方式比较接近 我们之前的写法是侦测这一列 这一 这一个 这一列的最后一列 那后面差别是什么 点 点怎么了 前面是点 row 是取得那个 列的值 那如果说你不是要取得列的值 而是要移动到最后面的话 就是把什么 点row 改成点 点 点 它就移动到 这个范围的最后 那最后面的话呢 它就跳到哪里呢? 它就跳到 最下面 这里 但是你将来 贴上的点不能是直接在这边贴上 为什么?因为把最后一笔给盖掉 所以还要怎么样呢? 还要再多一个什么 offset 1 刮胡 0 就是一列 其实点offset 就是向下 那向下一列之后的话 当然就会跑到哪里呢? 跑到第32列 那再来一样回圈 我们还要再继续怎么样呢? 再继续 还是这个 再继续那时的话呢 那就是回到上面 这个时候的话呢 I 等于 等于2 那2之后的话不就等于 把 第2个 2月选取 对 那一样再来就是 2月的A2 再怎么样呢 在 游标放上面 然后 Ctrl 向右向下 对不对 那我 Ctrl向右向下 另外一个做法 你们在我的画面上面还 一行的是 Ctrl 像 Ctrl Shift 加 END END 如果Ctrl Shift 加END 的话就只有一行 不过 我比较建议 Ctrl Shift 加END 之前有 出过错 就是 选的 所以奇怪他跑到 因为如果你右下角只要有资料或者说可能有一些空白资料 他也是会跑过去 所以 两种用法 一个是Ctrl 向右向下 不过 Ctrl 向右向下 比较保险 Ctrl Shift 加END 可能会出问题 可能 所以这里的话 我在我的 那个程式 云端白板上面画面 有一行的 跟有两行的 如果一行的话就是